孩子的照片 那个照片上面孩子 好像比普通的孩子胖了一圈 还没有胡子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是谁 这个我建议李波回答 李波回答 因为李波照了好多孩子的照片 你回答吧 我觉得你回答也挺好的 你回答也挺好的 你和兄弟就差了 我跟 我是 老熊 研究老熊的 我没有跟老熊冲突的意思 是是 我简单 就他的那个问题 我简单说 就是刚才长远提到的 那个熊冲林老熊呢 也是那个我们79级 当时是北京政法学院 然后读研究生 也在留校做老师的 岁数要比我们要大好几岁 那么85年的时候呢 他组织召开过一次 全国法治系统工程研导会 你那时候还没毕业 也来参加这个会 孩子呢也参加过这个会 我呢也参加过这个会 这个会结束以后呢 有一个集体照 前学生啊 包括金关涛啊 他们都在这里边 我看我们那个 那个江校长啊 当时都在这个照片里边 那么 老熊后来15年呢 编了一本书 那做了一点 做了不少工作 我写的一些文字的东西 他也收录进去了 还有他也采访了法大的 当时的那个校领导 处理孩子的后世的一些 那个东西 还有采访很重要的 我觉得有价值的是 那个采访当时保卫科的 那个科长到上海关去 处理孩子的那个后世的 其中也谈到孩子的这个遗嘱 那么孩子的遗嘱 大家知道的话呢 就除了几张和他有关系的之外呢 最重要的还有一张 就是在他那个包里边啊 说我的死和任何人没有关系 然后中国政法大学扎海参 那么这有其中有一个 那么这个科长呢 就是说他当年到上海关的时候 公安局的那个派出所的人 给他给看过 但这玩意儿的原件 是从来也没有看过 说实在的 我看了这个玩意儿呢 如果从我们法律的 这个证据角度来说呢 那只是说而已 因为谁也没有看到过 这一个真正的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有利了 对吧 把你给解脱了 对吧 那么那本书上面呢 那个这个照片呢 我说实在的 那张照片呢 是不对的 不是孩子的 就是那张孩子 与法大那本书上 那个照片 是完全不是孩子 就 你说奇怪不奇怪 那个 那个老熊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正好也在北京 然后呢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你到法大来 那个到我这来玩玩 因为我好久没见他 他也正好退休了 他正好在编这本书 所以他电脑打开 第一页就是这个封面 我一看 我说这个谁啊 他说这是孩子 我说 这不是孩子 小元脸就是孩子 所以他后来 他就用了这张照片 后来我回去 把那张 我们那张机体照 拉开来 他一看呢 这个小元脸是我们当时 参加会晤工作的一个 当时的女学生的那张照片 他给安在这张照片 他就用了这张照片